作词 李宗盛 我说十善业道经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页 我们看人体 就是那个十善业道经下面叫小字 那一个 唐余田国 上法师 上南国 这就是人体 翻译这部经的主持人 物主的翻译这部经人 因为佛经 从印度传道中 必须不要错过翻译 所以这个人体就非常重要 那么一部经典如果没有人体 难免会受到后人的质疑 大家会怀疑 这个经典到底是不是真的佛经 还是呢 人家自己变得很难免会有这个疑 所以这个经典都有人体 那么讲经的时候 你需要人体大概介绍一下 知道了这部经在哪一个 时代翻译的 是哪一位法师主持翻译这部经典的 这个唐 中国唐朝 那么 这个经典是唐朝武则天 这个时代翻译 武则天 中国第一个美法帝 主持翻译的那个时代 那么隋唐 唐朝的时代是 翻译佛经到了最高峰的一个时期 那么也可以说 佛法建立八个宗派 大臣八个宗派 小臣两个宗派 就是在唐朝的事情建立 可以说佛法在流传到中国呢 从汉朝到唐朝 唐朝的时代 所以尖锋和房经时代 易经修行成就的人非常多 那么丛林的建立也是从唐朝那个时候开始 那么六本很多主持大德 也就是唐朝时代到中国去 像我们这个增上是供的法兰上人跟善导大臣 那我们看到那个大殿呢 奉着祖师大德的像就知道了 法兰上人是从唐朝那个时代到中国去 学习去留学 那么他跟善导大师去 去敬服化了 所以回到日本来建立了 建立了建立的中国 那么日本到中国来 那么来留学呢 得到佛法 这些中国的文化 也非常的方便 也会成现成的 因为中国呢 要国家发挥很多 发挥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 尖点翻译出来 那么他去取经回来 他的这些他都不用去做工夫 这些工作 中国人住 所以日本他们也有编大藏经的大阵仗 大阵序仗 现在很多我们这个经典的资料 就是大阵仗 大阵仗里面这个找不来 那么说得非常完整 那中国编这个藏经呢 我们也从宋朝开始祭沙藏 那么一直到清朝乾隆皇帝 那时候呢 他做一个种整理 变一套乾隆大藏经 那么这个乾隆大藏经呢 我们去大陆买一套 那回到台湾呢 我们重新修摆 有些赤魔谷啊 有变好一个字一个字一须 保存他原来的赤样 然后我们重新给他编一个目录 跟日本大圣仗一样 日本大圣仗呢 他有编目录好长 乾隆大藏经呢 当时他没有编目录 所以我们定的时候啊 我们就把它编目录了 现在目录都变出来了 那么分子也缩小一点 也缩小一点 那现在老上又请人家在做祭斗 祭斗 一句一句 断祭 祭斗 现在这个工作也是很繁稀 是要非常谨慎的去做 那现在龙杖要查就方便了 因为有一个目录 那我在澳洲比较首先 这次查了一下 蛮方便的 龙杖它的特色呢 它是木科版的字笗 那大圣仗呢 它的资料比较丰富 但是字小 错字多 各有缺点 那这些仗经呢 我们就有收藏 那现在呢 我们还继续印这个龙杖 前龙大杖经历有祭斗 有祭斗 那现在还没有开始印 现在还在教堆当中 那么我们已经送了很多 好几百套到世界各国的图书馆 各国的图书馆 这个牢上讲 这个送的越多越好 每个地方都有保存 这个地方没有了 那个地方还有 这个是要留给后代 留给后代的人 学习的资料 有个资料可学 那么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用的文字叫什么词呢 西洋人啊 他喜欢用横刺 他的意义上有个比 那直的呢 就直行 那横的呢 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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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们听过 为什么我说横行霸道呢 你看西方国家有历史 他们发明这个武器呢 发明这个武器到处去欺负人啊 所以你根据他写的文字 他的思想 他的行为做出来就是这样 就横行霸道 不讲道理 横行霸道 那直就是人讲道理 那我们人是直的 算起来是直的 出生到了 你看狗啊 那如果横行霸道呢 将来会 下一次要到哪里去呢 那你自己去看看 所以你 活啊这样不要 你做人就要这个标准 好 那么现在我们也不要原来 哎呀我们都在忍啊 做人啊 不定啊 现在是人的一个样子 但是那个心跟行为 不是人的样子 所以天台中智者大师讲百戒千人 那每个法戒都有十法戒 比如说我们在人道 人道当中有人中的天人 人他讲的呢 跟天人一样 在我们人间 人中的天人 要有人道当中的人 人道当中的阿修文 全好胜 增强好胜 做什么事都要不胜部 连佛文也不意外 上香啊 要比赛 查地煮香的 他排在第一格 那个叫做阿修文 好动 好胜 好强 他有做好处 但是呢 他夹杂这个好胜心 像那些说阿修文 人中有阿修文 有人中的出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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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就是有人 人中的厄为道 贪心壮 火爆没得吃 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上 还有很多厄为道 那些人 真的就像佛天讲的 肚子大大肯 脯子小小的 人间的恶鬼道 还有人间的地义道 每一个法界都有基础词 那我们自己要去哪一道 就是精神道 这个是自己选择的 所以我们 必定要知道 所以这个经翻译出来 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直的呢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因为人是直的嘛 因为人是直的 那么我们现在到外国呢 也入境水属啦 跟他们有些信件 随他们那边的习惯就很可能 但是呢我觉得 中国人嘛 中国地区还是 依照我们自己啊 重要的 因为都写外国人嘛 你到外国说 哎呀我们谁顺党 恒顺众生 谁喜风魂嘛 在中国地区要有中国人的特色嘛 不要老是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 我记得这样很没有尊严耶 所以 我到外国任何国家呢 我都觉得 我比他们福报好啊 真的我们看起来 他比我们可怜啊 为什么呢 这佛经我们看得懂 他看不懂啊 很可怜啊 因为福报比他好太多 真的吗 他们磨磨蹦蹦蹦的啊 现在外国科技发达 越科技越发达 那个人脑就越退化了 到最后就变机器 你人就被那个机器在控制 这些道理啊 我们也不能不明白 所以 我现在在世界各地看了很多中国人 样子是中国人 血统是中国人 他的头脑是想不是中国人 跟中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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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晓得是哪一种 像外国 像英国都不像 实在讲 他的思想是不像 这就很可怜啊 所以我们要回归 现在两岸啊 政治在那 其实那个政治 是不挺大的 要回归什么呢 全世界的华人啊 中国人就要回归自己祖宗 这种传统的文理道德文化 要认同自己的祖宗嘛 认主归宗嘛 这个才重要嘛 那你去认外国人为祖宗就不对了嘛 你这种重要的不讲 刚才 争那个政治权利 就是搞那一套 搞得临不了身 真正重要的啊 就是提倡孝道 你一孝道一推险了保证你 这个 国家呢 治好 那国家为什么治好 那家庭治好的国家就好 你国家为什么不好 那个家庭不好啊 国家是很多家庭集合起来的 那你家庭不好你国家会好吗 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些我们都要搞清楚 头脑要清楚 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啊 中国人要背入自己的自信心 这些 当前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到世界各地呢 我都不会吃飞 因为我像寿宗讲的 我们不要共高偶慢 我们不用吃飞 我们是佛的第一地层 所以我们学了佛啊 我们找到了自己 自己有了信心 所以佛异大师在弥陀君要诀 讲信这个字讲了六种 信自信他 信音信母 信自信 第一个人要信自己 信他就信佛 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是佛 那你信了佛 就不要受精巧那些节目吧 你怀疑你自己的善根啊 那你众人念头念的很如法 会往生到边地移成 所以你要信智再信他 你就不会生到边地移成 那他就讲唐朝余田国 余田是现在新疆省和田 这个地区 以前是个小国家 叫余田 那么你以前我去过 大部分新疆都唯吾尔族的人比较多 还有其他比较少数人 好像唯吾尔族的比较多 新疆省 现在都信奉伊斯兰族 希望说幸福 现在都信奉伊斯兰族 伊斯兰族的交流 我去过一次 和田的出产欲 意气交流 那古代那边出了很多高僧大 高僧大 可能这个 这个 余田国啊 这个三藏的法师 三藏是他的学历 精通经历论三藏 我们现在讲学历 你要翻例经典的 你要通三藏 三藏全部通了 那才有办法翻例经典的 这个法师 他是精通三藏的法师 所以法师呢 等级也很多啊 那像现在呢 大家从我 不怕法师 看到出交人呢 成个法师 这个是不思理 但是法师呢 有很多种 那么讲经说法的 当然呢 叫法师 讲经说法 但是呢 如果你会诵经 你也叫法师 这个法师 在家出家都可以成 比如说你会念经 你也叫法师 这是天台赤神大师讲的 你会诵经 是诵经的法师 那你会讲经 讲经的法师 那你会做法会 诗神 诗神的法师 所以法师呢 你就好记住 那么这里是三藏法师 那么这里是三藏法师 这个 这个学历就高了 精通三藏 那么 古代万里经典的法师 不但精通三藏 而且他还精通四间法 四间法 你像汉朝 好 安息国 安息国 安息国就是 现在的伊朗中部 安世高法师 那么他到中国来搬离经典 他 很有语言天才 修行语言 正果 现在正果 他不但懂得人类的语言 还懂得鸟瘦的声音 那个鸟啊 叽叽喳喳喳在叫 他们在讲话 安息国呢 他听了他就 诶这些鸟啊 那两只鸟在讲什么 我在澳洲的那个鸟特别多 每天早上起来就 树上 叫叫叫叫叫 叫往头上上 他不想再讲什么 是不是看到我们来 跟他们讲早安啊 因为没有安息高那个能力 听不懂 安息高呢 他就懂他 有一次安息高呢 他跟同学啊 在路上 路上两只鸟在讲 安息高就没有同学讲 他跟两只鸟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我不知道 他在讲两只鸟在讲 他说 我们在走不久 有人会送东西 要给我们吃 结果真果然走得不久 看到两个人送东西 要给我们吃 那个鸟看到 鸟 鸟知道 那个东西要送给他们两个人 那两只鸟在讲 后来呢 大家才知道呢 他懂得鸟数的声音 那么中国古人呢 也有人懂得鸟数的什么意思 那蚂蚁呢 你看就在讲话 你看那个蚂蚁呢 在地上爬了 你看 更大头的更想更想的在讲话 所以我们这个礼言要寻 寻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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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不能拱拱 只有成佛呢 就没有障碍了 佛与一边言说法 众生随得以各个解 佛菩萨呢 明星见性的大菩萨呢 他们没有障碍了 还有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呢 他们都有证果 他们证果都是语言三昧 华言经讲语言三昧 语言三昧呢 他语言 不管哪一种语言 他们障碍了 不学都会 不接触的痛 我们学的理性 还未必学得很准确 他们不学就很精通 奇怪 但是呢 我们懂得这些道理 说一点也不奇怪 为什么呢 一切法都是从自信神的 不理自信 你通到自信啊 通到那个更啊 那你所有人都观众 所以佛为什么他一讲经 连蚂蚁都听得懂 我讲经说法呢 中国人听是中国话 外国人 美国人听是英语 日本人听呢 他在讲日本话 他 一个音声出来啊 众生随类各个人 不管你哪一个族类的众生 像这部经是在荣风讲 佛王 由促身道 那佛在人道视线啊 他讲的那些语言 怎么会推得懂 佛就有一个能力 我们在读 无量寿经都读过 佛以因因言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减 这就方便做了 不用通过翻译 有没有呢 现在讲一讲中文 现在等一下再讲几句 日语不用 他同时出来啊 同步 听的人啊 都听到他们自己的语言 为什么呢 佛你明心见性啊 你的信跟一切众生 上次诸佛 下次一切众佛 都关通了 原理就是这个 那么时差难口 是他的名字 翻成中文的意思叫 学习 或者许行 欢喜的行 学习的行 那么我们一般讲好学 这个人呢 非常喜欢学习 他很有好学的精神 一个人如果 懒散 不好学 不喜欢学习 当然啦 世间的事业 道业 学业都不能成就 那么你好学 他就成就了 但是呢 这个 我们人都有一些 惰性 心 懈怀 所以 唐朝时候啊 那时候 人的根性 就不如以前的人 就比较容易心怀啊 因此呢 唐朝 这个 马祖 马祖 建崇隐 百丈 密清晦 其上 共修 大家一起 共同来 学习 依众靠动 这样大家能够精进 能够提起 学习的精神 那我们 这次佛学讲座呢 也是这样的性子共学 那么在 我们在百堂当中呢 就是 充足这些时间 大家 共同来 学习 一种可能 所以大家呢 也是我的善知识 也是我的老师 那我在讲台上呢 来这里 讲给自己听啊 那你们再来 在下面来 来监督我 是在讲经啊 再讲给自己听啊 劝自己啊 那么大家一起修学呢 就比较 不被 欠待 也比较能够提起 学习的精神 看到别人在学自己 我也可以去 如果自己一个人 那边摆一台电视 摆一部无量寿听 还是先看看电视吧 今天等一下再说 常常会有这个问题 或者其他的事情 那个事情先注意 我会这样 所以在家里 不是不能修 你自己提不起来 你会受环境影响 如果你不受环境影响 你自己能够提醒 好学 精神 那你不来到堂也没问题 你在家里去就好 到堂啊 不要说 依重靠主 大家不偏依靠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 不能大家呢 坐车坐车多久来啊 没有必要嘛 那么到这边来呢 我们 只有在这里 学习这个经典 那么这一个时段 我们就可以 可以 浪费了 现在对于玩的事情 不是重视 年轻的时候呢 很喜欢玩 现在 越来越老了 那也知道了 这个生命有限 能够 能够多抓紧一些时间来学习 比较重要 比较不会浪费 浪费生命 所以许邪啊 这个十叉难途 他是一个很 欢喜学习的一位法师 所以他能成为一个三兆法师呢 就是因为他好学 这个精神啊 就是我们来学习 那么啊 义是翻译 把这个 外国文字 翻成中国文字 它是翻译 国家是 印度泛文啊 翻成中文 所以每一部间呢 都有义人 翻译 所以这个 十叉难途法师 啊 他 翻了这本 我说十叉夜道经 另外一本呢 就是 地藏菩萨本院经 我们中国人呢 很多人 读书 大家读他翻译的经 他读的比较顺口 因为地藏经也有法登法师翻译 法登法师翻译的这一本 他读的叫明朗末度 但是呢 十叉难途法师翻译的地藏菩萨本院经 呢 大部分 多数采用他的一本 大家读起来 很述口 另外还有呢 一部很重要的点题啊 也是在唐朝真所翻译的 华言经 八十件的华言经 古十叉难途法师 古十叉难途法师 所以十叉难途法师在中国翻译佛经内 不亚于 纠摩罗时 玄妆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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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贡献呢 在义经史上的贡献 也不在于这两位法师之下 贡献非常之大 好 那么 这部佛说十叉夜道经呢 是唐朝的时代 唐朝五十二天的时代呢 在于庭国 现在的新疆和田这个地区 有一位三藏保持 三叉难途法医 本体就介绍到此地 下面我们就进入经文了 请看明经文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梭杰罗隆宫 与八千大笔秋寿 三万二千菩萨摩喝少计 二十四尊 告隆亡淫 一切众生心想异固 造业异 未成功在日子 一切众生心想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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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行为四尊 一切众生心想异固 一切众生心想异固 一切众生意 就进入正中婚 后面还有一段流通婚 一般经典都有什么三个 续正流通 续婚就好像人的头部 人的头有五官 正中婚就好像人的身体 流通婚好像人的手脚 一部经典有续正流通 这是一个完整的经典 我们看到续婚大概知道这部经 他的因缘 我讲这部经典的因缘情况 这个续婚又叫正性性 正性性 从独世我闻到三万二千菩萨摩托萨去 正性性 尔时世尊到龙王年 到朱去云爽 这一段叫花旗 那么接着下面就是正中婚 正性就是正死正名的 让我们能够对这部经 正经啊 生起信心 因为经的不是嫁鸡服 那么临传到后世 那人家怎么知道说 这部经就是佛讲的呢 用用手的来正名呢 所以佛在灭度之前啊 阿兰尊责就请问释迦摩托萨 那佛你灭度了 以后我们整理 你讲的经 流传到后世 那这个经文前面 第一句话要讲什么话 才能够倾信你后代的人 对这部经没有质疑 那佛就讲了很流传 那佛就讲了很流传 第一句叫做安如释我闻 那么如释我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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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努力前显的讲 如释 就是指这部佛说十善业道经文 是我阿兰尊者 亲自听释迦摩托营伯讲的 亲文 不是听别人转告的 那也不是我阿兰自己编的 真的 我亲自能听到释迦摩托营伯这么说的 那么这个经给是阿兰尊者结起的 就是他整理结起 他互讲互送 把释迦摩托营伯讲过的经文 他重新讲一遍 阿兰尊者呢 他在佛的历史当中 记忆历史最好的 像录音机一样 听一遍他都 一个字都不会忘记 一个重复的 一字不漏的 讲出来 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大家都推他来整理今天 解起 请他上台讲 那么阿兰上台呢 那个 活力家属 就像佛一样 大家坐在下面就不安逸 阿兰今天这个脸的布一样 跟佛一样 是不是阿兰成佛啦 还是他方佛来啊 那么阿兰呢 一上座 阿兰讲 如是我闻 大家这关系就没有了 不是阿兰自己讲的 他是听释迦摩托营伯讲的 他来转述 大家一定就没有了 所以浅的讲是这样 那么深讲啊 这个天台自治大师呢 讲这个 如是啊 讲九十天 那么这个水草治准大师呢 那个时代的人呢 大家比较有空闲 农业社会 大家比较有时间 慢慢来 这个卢 实在讲啊 卢是 两个人也搞通啊 那这不经理都不通啊 所以天台大师呢 讲九十天呢 真的开悟的人很不爽 卢是什么意思呢 卢就是 卢其事 卢其仪 就是事实真相就是这样 就如是啊 他讲的没有增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 那么再进一步讲啊 这个卢是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卢 自信你的本性 所以呢 这个佛经讲我们的自信 名词用了很多 他讲的都是一桩自信 真如 自信 佛信 如来藏 心静心 诸法实相 一张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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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十几个 名词 一张八戒 十几个名词 一张八戒 八戒 那么我们的自信 一切都是从自信所生的 对于这桩事情 我们如果真正认识了 那才叫我们真正认识的自己 那么这桩事情你不清楚 这得我们批识自己 我们现在总是把什么当做自己 这个身体当做自己 其实这个身体 是我所 好像这个衣服 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真正的我是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六根的根性 你眼能够见耳能够闻 鼻能嗅 舌能长 身能处 亦能缘 那个性 那才是真正我的自己 所以禅中禅禅讲 禅什么呢 禅你自己 父母会生前本来的灭灭 你本来的灭灭 你本来的灭灭 归不过我们的痴心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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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先用前讲 最前的讲法就是 如是如我们 这部佛说十三叶道经 是我阿兰子尊子的亲自听闻 释迦牟尼佛说的 不是我自己编的 也不顺的听人家说的 大家就不怀疑 这个经啊它的真实性 所以现在很多研究学术的学者 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到最后呢 它的疑问一大堆 最经典的打个问号 为什么要打问号呢 问号打页多它才有论文可以写 论文写的页多呢 你才能拿到佛学博士 那那个我们不写那个东西 写那个东西呢 它的古报就是一张文凭 你是佛学博士 但是你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要学佛 一识 这是讲经典的时候 那么这个一识呢 也没有记载明确的演业力 因为一识呢 我们看起来车盘那么多 为什么我不讲演业力呢 这个有两方面的说法 一方面呢 古代印度跟中国一样 我出现在印度的时代呢 刚好中国周朝时代 那据中国人的记载 我灭录到今天已经三千年三十七年了 正好是中国周朝时代 那中国周朝的时代呢 他有八百诸侯啊 大国小国 八百个 那每一个国家地区 他用的立法都不近相同 但是呢 记载的年业力不一样 那么印度当时呢 他们也是没有统一 立法也没有统一 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用的 那么这个立法不一样 到现在还是 像我们中国呢 有农民力 那我们现在呢 一般世界上统一用的就是公元 今年是公元2007年 六月九号 但是呢 算我们农历啊 今年是什么 现在是四月 应该是四月二十五号 那这个 这个回教呢 他们有什么叫做 立法 那六本这边呢 他都记载这个 皇朝 这一代 今年是平成几年 几夜 那一个地方啊 他这个立法记载怎么样 那佛呢 他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那我们印度啊 到底去讲 那每一个地方的 记载的连列力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也讲啊 你知道有时差 有时差 在这个地球上 有时差 所以记啊 就不是很方便啊 那何况这一部就在龙宫讲的 龙宫的 龙宫的立法跟人间呢 那个时差又不晓得差多少 因此呢 就没有明确的记载了 没有明确的记载了 没有明确的记载了 那么用这个一时 一时呢 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时候 这是一个说法 任何一个时间 那么另外呢 一时就是 师之道合 这一个时候 就是佛呢 讲这部经的音言 成熟的 这一个时候 那我们今天呢 公元2007年6月9号 在日本东京增上市的一个教室 这一个时幕 我们大家 在学习 释迦牟尼佛讲的 无所使参与道经 那我们现在的一时啊 那我们上午两节课 下午两节课 那每一节课 都是一时啊 这一节课的时候 所以用一时呢 他就超越什么呢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那他的经 他超越时空 超越时空 超越时空 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意思 那师之道合 这个时候 那如果从修行上来讲 我们净土中念头讲一心 对吧 禅宗讲啊 万法归一 禅宗讲四得一万次弊 你认识一啊 那什么事情都解决啊 蛇头就挂墙壁啊 蛇头就挂墙壁啊 你这个明心见性啊 那不用再给你讲金说法 那蛇头不用挂在墙壁啊 不用再讲 所以他这个一的含义 非常神圍壁啊 非常活泼 任何一个时候 都适用 啊如果呢 你把它去 十的 固定一个时候呢 那 固在 古时候呢 三千年前在 印的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我们就想一想 三千年前的事情啊 那些年后的现代人啊 可能不死 不合时啊 不适时意啊 那时间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我们现在不适用了 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那么经载一个意思呢 他就非常活泼了 我们现在也是一死啊 将来过无量节还是一死啊 因为这个时间啊 在百法明文论来讲 时间是真的 时间啊 叫不相悦行法 不相悦就是抽象概念 我们就给它设定的 不是时间 不能时间是 你说这个设法还有个东西 你说这个毛巾 这还有个东西吗 那你说时间 时间它是 概念的 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来的呢 根据太阳 把这个一昼夜 把它定出来的 这一昼夜 古代印度呢 一个昼夜 定六尺 昼三尺 夜三尺 古代印度一个十 等于 我们现在呢 西洋的 四个小时 中国人古代算呢 是算直所隐宝 十二个时辰 中国古人算的时辰呢 一个十是等于 现在两个小时 所以日夜呢 一共十二个时辰 那印度呢 一个十比中国大一倍 它是六个十 那西洋的呢 比我们中国又小一倍 所以现在我们叫小十 二十四个小时 就是 它的十呢 比我们小 所以这个时间呢 是根据这个 咒业来的 咒业 把它混准 这个十 所以时间有没有 时间 没有时间 时间 时间是能去射定 空间 是能射定 东西南北 式射围上下 我们能去射定 我们能去射定 现在人在这个方位 东西南北 你再跑到另外一方位 动性男主又不一样了 你在这个心情是这样 到其他心情又不一样了 它不是真的 它是我们继续把设定给你抽下来 这个识呢 就不要去执着 一识是非常过目的 这个一识呢 又可以 回到过去 幸福到未来 如果时间是真的 它怎么能够时光到零 一识 佛在缩解罗隆公 上面是讲文成就 识成就 这是讲组成就跟促成就 你讲经说法中的 说法的主习 佛是释迦文 说解罗是印度报 翻成中国是咸水海 海水是咸的 那么佛当时讲经说法都在恒河流域这个区域 那么它指的应该是现在的印度洋 印度洋 那孩子是咸的 那么这个意思呢 也有形式出呢 在虎海湖边 回头四半 我们众生在六道流域上 虎海 那么龙公 这个地点在龙公 龙王住后面 这龙 我们也没看过 那我们老上讲经我曾经听他讲 他说他看过龙尾巴 但是我都没看过 我只有看到寺庙那个柱子 用石头去打的那个龙 那个石龙画的 那个我看过 我想大家都看过 那么龙呢 在中国这个民间的 习俗的流传 很多 中国人呢 都称为这里是龙的传人 也是一个象征 那佛经上讲龙呢 讲很多 还有一部龙王经 那我们一般佛门里面 如果旱灾要求鱼 因为龙王负责 降雨的 那个地基要降多少 鱼量 他负责的 所以求鱼啊 就要必须求龙王 如果讲到这个 现在的 哎呀 迷信 现在什么时代 我现在澳洲呢 涂巴在闹旱灾 我真想建议市长 弄个龙王 市长 带我们来求鱼 那中国古代呢 那个闹旱灾 地方官员 都会去请一些高僧大人来求你 我在廉子大师的传记里面看 明朝 我们净土中 第八代的主持 廉子大师 他在杭州啊 这个人 云七市 大家不晓得你们欺负 我说 我说同修是中国来的 你去过我借你去拜一拜 廉子大师的会 他的沐海战 我们现在要去拜 不过呢 廉子大师那个道场 现在在卖茶 我也进那边喝过茶 以后我们去啊 有机会啊 我们大家一起去啊 带个台湾的高山茶 进那边泡茶 那环境非常明俊 那么有一年到汉灾呢 当时的太厨 就请廉子大师 听说廉子大师这个德行高超 那请这个有道德有行的来求语 才有感应 那廉子大师说 我也不会求语啊 我只会念佛 念佛也好 只要你能够把语求到了都可以啊 那廉子大师呢 好吧 就拿个墓 带大家呢 带这个村民呢 在田 耿 道 他就一边道果 一边 丘木里面念阿弥陀佛 说也奇怪 他念到哪里呢 下到哪里呢 那么台湾 有一年闹汗灾 在几年前 我在上国 我就颈办了一个祈以佛七 那个林长给我讲 悟道老师啊 祈以佛七 如果我们佛七打完了 还不吓你呢 我们压力会很重 人家会说我们不灵 念佛没有诚心 人家骂也没关系啊 没有诚心 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挺好 用这样来 提醒自己 也很好啊 念的 如果我们念的第一天 我好久没有下雨了 真的下雨了 那林长来给他讲 哇 真灵啊 真灵啊 这不是我灵啊 大家 大家发心 同共发心 是共修 我只是参加大家的其中的一个人而已 要求你啊 谁是呢 要求你啊 这个也都 有四寸的感念 所以以后要求什么 打佛七 我们镜头就是打佛七 要求你啊 那么荣公 现在里面很难记 这个大概给这个 学术界的来看 荣公 这大概是当时印度的一个地点 我刚 还没有出家 那一年 刚要出家那一年 我跟一个同事 我也带他来听经 他对佛经 那一次看了很多 然后呢 他就找出一本资料来给我看 你看 这本书写的 荣公是当时印度哪个地方的一个地点 不对啊 还原经是大龙菩萨 荣宿菩萨去荣公 看到大龙菩萨 然后根据记载是 从荣公拿到人间来 我说这句话就不是在人间 他说是在人间 就是在印度一个地点 我说不是 我们两个真 真到最后呢 他也不接受 我也不接受他 那 那么 他是比较 限制在一个现实的现状 这个情况 那我的看法呢 比较 宽华 现状还有其他地方 这个荣公呢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太多了 我们现在六道法界呢 我们大概只能看到 人道跟畜生道 但是荣是属于畜生道 这一类的畜生道 我们看不到 还有呢 我们人道根据佛经的记载 我们只看到南庄部州 这个地球的人 还有三大部州也是人 我们看不到 北济如洲的人 一千岁 他生活饮食都是自然的 但是没有佛法 那边太想了 佛经那边讲经说 他们说我们现在不虚 所以韦佛无上三周部 还有东圣神州 西流鹤州 人的长相 跟我们这个南庄部州的 也行不一样 一样人道 我们看不到他 大概现在科学家 发现万幸人 他们也有他们的科技 他们科技 比我们南庄部州 可能要先进 现在发现了灰蝶 他们不用地球的这些能源 他引用外太空的能源 他们方面的科技 可能比我们先进 我们现在只在讲 是坐井观天 坐井观天大家意思知道吗 一个人坐在那个井 那个口就这么大 坐在井下面看到天 天就这么大 他没有出来看 如果再给你看到华颜巾 那真的是世界 穷穷无尽 我们现在太渺小了 那 公共 我们都也看不到的 世界 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 不同 时空维次的 生物 现在科学家发现了 有11度 不同的空间 时间空间都不一样 最近我在澳洲好像是物品好 我网路上在录一些 一些虚物 好像说 三十几年前 三四十年前 美国有一架 那个资料我要去查一下 一架飞机好像说 飞往加拿大 但飞到当中 突然不见 那么这个航空公司就认定是失事了 掉到海里装导 但是经过二三十年 那一架飞机 又飞到那个地方去 知道这样 大家很奇怪 这个飞机 根据记录 失踪二三十年 我们还飞飞飞的来 那边的旅客 都还在 那上面的乘客说 我们刚刚上飞机 我们感觉只是一下子 我们就到了 说我们这里已经经过二三十年了 这个真的是真的 现在呢 他们家人 那个保险的 赢的赢了 那铺腿都铺了 现在人就跑回来 他们又没有老 又没有老化 就保持他们当时起飞的时候 就像我们平常坐飞机 坐到那边 那是经常 但他们感觉 就是 做最断固承的时间 那什么道理呢 这一架飞机 它飞入不同的时空频道去 他那边的时差 跟我们的时差不一样 这个在中国古人呢 就会讲 这个好像是葛鸿 还是一个修仙人 他都在山上呢 打坐呢 他一下子 再回到人间 人间过了好几百年 这个有禅定公布的人嘛 这个就很清楚 一度定了 你感觉是一下子 他出来呢 要虚劳上来一度定 那感觉一下子 出来一个月啦 他三度定之前呢 煮了那个 那个鱼头啊 长眉啦 感觉就一下子而已啊 这说明什么实践是假的 这一架飞机呢 我在 把电话帮 那个资料查出来 印给大家看 那另外有一个 黑人 踢足球 踢得正高兴 啊 好像踢赢啊 一踢呢 那个黑人就跳上来 就不见啦 不知道到哪里去 那个也是进入啊 其他的 时空频道 所以现在呢 实在讲啊 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十法界 一个法界就一个频道 那每一个频道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频道 我们都共同在这个法界 但是频道不一样 好像我们这个电视 那这个电视这个荧幕是一个 但是有很多个频道 你现在转到这个频道呢 其他的频道就没有了 你转到其他频道 这个频道就消失掉了 就像这个意思 那佛呢 那佛呢 他是同时所有的频道 他都能现成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频道 这个就消失了 在这个那个就消失了 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不同 从时空频道里面 十法界 十法界展开就一百个法界 一百个展开一千个 一千个展开一万个 一直延伸出去就无量无边 那么在中国巨宰 我以前很喜欢看瑶宰 夜尾草堂里记 我也看到龙宫啊 古时候的人真的也有去 那个龙不是熄大龙 那是小龙 在中国那个河啊 都有龙啊 他有进去 人家呢 到水下面就被淹死了 走下去他竟然没事 进入他那个频道 进入他那个频道呢 你的视觉感觉不一样 他这个有禅定功夫 你稍微有禅定功夫的人 你就 你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频道 你的禅定功夫越深呢 你的能见度就越弱 那么 跟我们最近的频道就是鬼神道 鬼神道 你稍稍心比较清静一点 你就 可以看到了 所以老婆上啊 他说 年轻的时候在浮宴见欧 小时候啊 在那边念旭 那么 有一天下午啊 就是像 下雨大人一样 乌云立步 然后乡村的人就叫大家 快快出来看啊 那条龙啊 被一王大利楚啊 被吊在天上 他出去看呢 就是 龙的尾巴从那个淫关弄出来 龙头没有看到 所以老上他说呢 他小时候看到龙尾巴 他就说 哎呀 这条龙一定是 患了天桥大尊 被这个一王大利处罚了 被吊在那里 那么老上他又讲到 看到狐狸 狐狸 狐狸 狐狸要变成人形 要修五百年 但是他看到那个人 他在湖南 看到了 他们住的那个 古城后呢 那个大户人家的房子 府里住在二楼 他们住在一楼 那老上那时候年轻啊 他父亲管金戒 他枪尸子弹啊 都很方便拿到 所以他说年轻跟老 跟他父亲啊 常常出去打猎 他说年轻 那时候呢 他就很想拿枪去打那个福里 被他母亲啊 至少 不可以 不可以上了 但是常常看到福里面 穿着人的衣服 他这个点啊 还是福里型 但是老上看到那是 难重的福里 不是你重 不是福 不是福里肩 是难重 他就穿着人的衣服 所以我们出来散步 那有时候呢 在屋顶上拜太阳 后来我一到上海啊 那个徐教授 这牢上的弟弟 他们现在去了上海 说十五次 小时候看到福里面 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那来西教授讲 那我说他还小 这个事情 他比十五小六岁 去求证这个事情 去求证这个事情 我很喜欢看这一类 西渔巨然的小说 我很喜欢看 我小时候呢 非常羡慕 崇拜的孙悟空 还有七十二遍 吃的那个 王母娘娘的仙桃 又不会死 哎呀 说这个不会死太好了 跟小时候都很像 这一类 后来学了佛呢 才明白这些道理 所以荣崩现在 虽然潜水亭潜到海底 也没有见到荣崩的宫殿 但是呢 你会看到很多海底生物 海洋世界 这部经在海底 海底讲的 不可思议 这个 给这个研究的写者来讲 又跟他辨迷一番 我想说不用辨论 等到有一天呢 他修行修到这个程度了 他就看到了 就看到这个 事实真相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呢 不同维持空间的众所 那么我们若远 见不到的 世界太多 见不到的事情才可以看到 那么见不到呢 我们不能武断的否定他的存在 或许将来科学更发达呢 科学又可以帮助我们正宁的事情 那么这次我讲这部经的一点 来书 截罗隆功 以八千大比丘众 这个比丘有三个意思 比丘是印度 完全中文有三个意思 启示 破格 物美 事就是中国人讲 事农工 事就是读书文 知识分成 有学问的人 但是呢 他的生活 是 是人家要饭的 所以出家人呢 有个波 要吃饭的人 挨家挨父 去人家要饭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所以佛陀的时代呢 印度 不管哪一个宗教 出家修行的人都是托波 自己没有主 就有波 那么波呢 大小呢 看你个人的食量 你食量比较大 你波就大一点 你食量比较小 就说小一点 就要硬量器 硬你的食量 现在泰国的出家人还是托波 他那个出家人的波很大 但是他们没有吃素 就是人家给鱼就吃鱼 给肉就吃肉 他们没有吃素 那佛陀的时代呢 出家人都没有吃素 但是不杀生 吃三斤肉 吃五斤肉 起食为生 这种起事 不是一般的乞丐 他是一个有学问 有道德的乞丐 第二个呢 破恶 就是断恶修善 你去要修恶感之条件 借力清净 借力清净 借力清净呢 他就能证阿罗曼 脱离幼道 生死沦迴 第三个呢 悟魔 因为呢 他借力清净 有能力超越三界 这个魔王看到呢 害怕了 怕他的尺寸又跑掉一个人 控制不了 他就恐怖 悟魔 手 手 神 那么一般讲 比丘都只是小成 手阿罗曼 那么这里加一个大 就是微小向大的比丘 他已经 不是只有平静在小成了 好像我们读书 读小学毕业啊 他还升学升到大学 所以叫大比丘 他已经花大成心 微小向大的比丘 不是一般的 小圣的比丘 那么 大比丘就是菩萨 比丘 菩萨比丘 他是菩萨 大比丘 大比丘 那么正德小成的比丘 比如正出国到四国罗汉 他们都有神通 大比丘那神通更大 他们到龙宫那没问题 很多法界他都没障碍 所以有八千位大比丘 所以有八千位大比丘 他们参与这个法后 那有三万二千菩萨摩格萨 这个菩萨再加一个摩格萨 摩格萨是印度法 大比丘 菩萨中的大比丘 叫菩萨摩格萨 那么菩萨摩格萨一般来称 灯地的菩萨叫何美 菩萨摩格萨 因为连破一比无敌见一分法身 就叫菩萨 真的菩萨 在金刚经讲破四项 是十教的 从原初柱到十 一项位 这三十个位置 都叫菩萨 那么根地从初地到十地等觉 这个都属于菩萨 菩萨摩格萨 那么这个菩萨摩格萨就是 最低的位置 他也是在 初地位的菩萨 言教初地位 三万两千 加起来就说 连八千到五 已修修修修四万个 那么这是 是重成就 这段结尾就是六种成就 如是或闻是无闻成就 一识是十成就 佛在 佛是处成就 在说杰罗隆后是处成就 处处 以八千大比丘重 三万二千菩萨摩格萨 祭是重成就 就好像开会一样 有时间 有开会的主席 有地点 有餐历 开会的大众 就是会议记录 有开场会一样 那么像我们这次的讲座 大家有报名参加的 我们也有六种成就 我们也有六种成就 也有主席主讲的人 也有地点 那也有 也有 听众 大家也报名 那么这个会呢 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记录 所以这段叫做正信息 证明啊 证明啊 这一会呢 他的真实性 不是虚奉 不是后来的人 他是去憋的 好像我们开个会 会议记录 以后的人呢 他有怀疑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会议记录呢 看 有时间啊 有利盐啊 有主席啊 有大众牵连啊 我们外面呢 也有签名啊 他就说 我们开这个 我们办这个会议 都是真的 不是 不是假的 真正的这么一会 那么这段呢 叫做正信息 一般经典的行业都用这一段 证明啊 这部经典的真实性 取信以后呢 有那种怀疑 呵呵呵 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就叫 花起信 因为佛讲每一部经文 他都有个音源 是什么样的音源呢 花起了 那我来讲这一部经文 好像我们这一次 这个佛学讲座 他也有个花起的音乐 然后呢 我们大家呢 一起来学习这个经典 那每一次的音源呢 都有所不同 大部分的佛经 都是有人提醒 佛神讲 或者有人误问题 有人讲 那么这部经的 性质属于 无问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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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请问 佛自己主动就说了 这个在 所有的佛经讲 这一类的叫做 无问之说 另外一部呢 我们大家常读的 佛说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是无问之说 没有人请问佛 主动就说出来 那么大多数呢 都是有佛弟子 他有疑问 他有问题 请问世交模拟 世交模拟佛 针对他的问题 为他来解答 基督下来 成为一部经 大部分是没有 那无问之说的 比较少 佛看看 当时这些大众 根基成熟了 可以接受了 没有等人家问 他都说出来 佛呢 他能关机 他可以关机 他可以看得出来 关机 一道讲了 大家不听得懂 一听说 那么这部经 佛没有人问 他就主动讲 佛告 而时 世尊 告隆皇女 一切众生 心想异固 造业意义 由是固有诸弃 那一开头啊 我们就讲了 诸弃 弃 诸弃 就是我们一般 诸弃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六道 或者讲 有的经典讲五道 任言尖文讲七弃 他再加一个仙弃 仙弃 仙弃的仙弃 任言尖文讲的七 七弃 一般讲六道 有的讲五道 这是开合 诸弃就是右道 轮转就是轮违 这段经文就是到 很简单 两行经文就告诉我们 六道轮违怎么来了 已经讲清楚是明白了 但是我们看了还不明白 所以还要尽力去说 随障博言讲五轮违 为什么六道轮违呢 一切众生 心里的想法 意就是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 他心里的深处 内心深处 他想什么 不一样 所谓同床一末 连两个夫妻 睡在一起的 往上呢 共同睡在一个床铺上 他想的 他跟他想的 不一样 他的念头不一样 所以人的面貌为什么不一样 人心不一样 那心 表现出来就在我们的脸上 所以看到我们这个脸的像 就可以透出到我们现在的心态 因为这个像就是你那个心表现出来 心看不到 但是你那个像可以看到 这一段节目呢 是重点 那我们这些时间到 我们就 先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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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